我裡面有很多義工 像很多蜘蛛它會結很多網 然後它那個病蟲害的那種蟲蟲 它會飛的話去誤出它的蜘蛛網 蜘蛛就幫我把蚊蟲給殺掉了 以最自然養最自然的方式 來栽培我們的龍舟物 小時候常常就是會無緣無故被霸養 走到我面前故意講說 要不然就是有時候他們就是會罪著我打 就是好幾個人罪著我打 我又跑不動 我是覺得這個也是從小時候被信念出來的這一種 就是也是蠻有韌性的 就是對什麼事情我只要一直堅持 我不管別人怎麼看我 我都是覺得我做得對就好 我單扯就好 準備好了 我要開了 我來 专潮车专用 我们这个潮车只有在乳酸菌跟自来水 每个礼拜来自台南的环保运输车 都会载着五六顿的次级乳酸菌 来到云林口湖 穿梭在王贵仙 分属六块总共3.5公顷的田地 分送它从去年开始采用的液态肥 用来滋养轮座的稻米 花生以及蒜头 它这个阶段叫做生态 生态的话它繁殖下去的话 经过稻田里面的维生物分解 它会把它分解成氨基酸 那里面就是氨基酸是植物最喜欢的营养药素 汤让它变得好 要让进种繁殖的话 他们用的颜料只有黄豆纹牛奶粉跟糖蜜 这三种而已 这三种是最天然的东西啊 人可以吃我们的粥一定没问题 现在的话还在尝试当中 但是有拿土壤去化验 然后他有涂出来给我看的话 就是说他们研究出来 我有氏乳酸菌跟没氏乳酸菌 它里面的黄金葡萄球菌跟大肠杆菌的比较 有湿的话跟对照期没有湿的话 那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好菌多的话就是植物本身它就不会生病 就是它抵抗力就本来就会很强 突然的震雨降低了地表和空气中的燥热 王贵仙趁这个时候清沟渠打开水闸门 准备将乳酸菌引流入田 这是佐水溪的水 水源头那个地方大概水道都慢慢已经在采收了 所以他们用水量就也没那么多 然后以往每年这个时候的话 6月2号的话他们就是会拨一些水给农业用 要不然都是被工业砸截掉了 佐水溪它里面富含很多种矿物质 所以一般化学回料的时候 没办法取代的一些营养分 佐水溪里面像全部通通都有 我们是属于台湾最西部的地方 然后东北季节用从大陆那边吹过来的时候 我们这边是风第一个暴到的 所以叫做红桃 然后水尾的话就是从佐水溪那边引水过来的话 我们这边是出海口 所以是叫红桃聚位 我们这边的盥形的种法 都是在国立元月份 二月份就开始种了 他们就会抽地下水来 维持水稻的生长 我的做法是 我会考虑到天气问题跟环境问题 像我们台湾每一年五月份 棉羽季就会来 那我就会选择在五月份来种植 刚开始要种我没有水 我还是来抽地下水来整地 种下去的时候棉羽季节 几乎每个礼拜都会下个两三天的雨 然后就利用那个雨水 万一如果真的没下 我还是会继续再抽地下水来维持它的生计 我就利用跟人家种的时间差 来尽量少抽地下水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本来就是属于地层下限期 然后我就尽量不要抽地下水 我就尽量不要抽 因为比别人晚三个月差秧 当七月份的口湖田间已是成片的金黄稻浪 它的甜却是翠绿一片 成了独特的一抹风景 而家里过去从事养殖 留下的余温 王贵仙特别留下一区不甜品 除了营造丰富的生态之外 也希望它蓄水的功能 能帮忙度过浊水溪溪水不来 老天不下雨的日子 你看这个颜色 一种下去它运过落差 然后整个地方都搅拌得很精凉 它就可以水流到天里面 任的一个角度它都留得到 就是属于就会很平均了 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 跟你在聊天 你就是在工作 我说我怎么讲 你这个水都帮你把翡尸好了 这是我比较 人家所说的懒人方法 就是这个样子 我比较懒惰 因为我本身身体 就比较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我左手跟右脚 比较行动不方便 然后我就会想一些 可以替代 我左手跟右脚不足的地方 我就会想一些 比较简单的工具 来补我的不方便 王贵仙周岁那年正值台湾小儿麻痹病毒猖獗的1960年代 高烧不退之下 王贵仙的左手和右脚萎缩 造成他重心不稳 双手无法高举 面对生命中摆脱不了的逆境 就像他八年前决定从台北回到地理条件不佳的沿海地带 选择不洒农药 化肥和除草剂的自然农法 尽管困难重重 但他却始终坦然乐观 我说他不去 我如果不去 他要去 我告诉你 王桂仙当初会决定 结束台北的水果行生意 回到云林口湖 主要就是为了就近照顾母亲 王潇寒孝 年过七旬的她 因为常年务农 膝盖功能衰退 现在极少夏田 只帮忙农产整理包装 对于儿子 即使有小儿麻痹 依旧从小就要帮忙农士 他务实任命 却难掩不舍 他童谷比较稀 我说是当少人的云南 用王农养走 我们的云南就这样 如果不买怎么办 也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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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法力 人家拿著他拿著他也很想拿著 他生完沒出土就對了 像萬鈔一行生他去九層他就做 他不能叫不能離家 去九層人家拿著他就賺兩萬 全家只帶去當地人生 我勞不敢 我哭到他們老伯也說 你也要讓他們去他的身體 你也要勞不敢 我們沒有住房子的責任 你若要搶錢這麼大 你把他拿著放下去 因為小兒麻痹的不便 父親原本希望王貴先拼學歷 好應徵比較輕鬆的工作 沒想到嘉義農專畢業後 他選擇回家幫忙種田 應用所學把當時林田都種不成的 大黃瓜和苦瓜栽培成功 更因為是第一個在沿海培育花卉的人 而得到傑出青年農民的榮耀 這一棵的話 大概是我國小的時候 種到現在大概有三十幾年了 大前年的時候 他都長得很高 沒有結果是也不開花 然後我就把它矮化 當我要矮化砍第一刀下去的時候 我媽媽就講說我會把它砍死 然後他們就不讓我砍 結果砍完隔年的話 他就長得長芒果長得咪咪媽媽的 就是一定要把它矮化 因為我們這邊海風很大 你它開花的話 剛好是季節風來的時候 所以都把花全部打掉 連它走過的機會都沒有 我想這個就很不錯了 剛好它有轉色了 我爸爸也是要走也是蠻擔心的 田裡面沒有人照顧 因為他那時候在病危的時候 我就有跟他聊 說你不要煩 我如果沒有人回來 我再回來 這個才是我們最基礎的根 因為我從小就是光著腳丫子 在田邊這樣走來走去 不做的話 這塊田就會放棄掉 因為在之前回來的時候 一直跟我老爸講說 要少用農藥 少吃一些肥料 他們都聽不下去了 現在剛好我回來 我可以朝自己想要生產的那種模式 跟大自然很能夠共生 共存下來 不要為了要生產自己的農產品 而讓其他的生物跟植物跟動物 沒辦法生存 頭一個頭我跟媽 我跟他說你整個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生成 你如果不頭藥 不落肥 我又不會去 如果沒有 剛才一頭 剛才一頭 剛才一手 剛才沒到人家 沒到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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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他也不避 沒有這麼怕 我跟董事 他就不聽我 不做也就好 不贊成也就好 不想要這樣 不想要找得完雞 啊 先生 你又來幫忙 我來看草 看我的嫲嫲 他這頓就沒到人家 我會把我吃得更大 叫我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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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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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那麼多胃,我也是要把他放回來了 他同樣又走起來了 不會啦,特地不會走起來 我們如果走起來,我已經戳到要割了 大家媽的啦,我只是看著臭就媽了 我們就是不能去看著臭 因為算我們算絕對沒有辦法共存 對不對,絕對不可以共存 但是他不是啦 他從他當作是回料銀行 我說他只做不到,我們做不到 我說我先顧北斗,才有辦法顧佛祖 他這種先驅者都先尊王 我們所謂尊王是經濟 我們自衛是經濟 他這時候就很難過了 欸,不可能來貪 好可憐耶 什麼事啊 好時,老爺北斗有留一些債務 但是齁 你如果經營得好 走這條路 目前是對的問題 但是你的經濟 甚至有問題 對 三不夠時,如果沒有到那個人 我會每次看一看 看牠會滴 牠會滴 牠會滴 對啊,牠會滴 牠會滴 牠會滴 真的耶,這不是軍生橋 其實在所自然農法這個階段 真的是很難熬很難熬 就像譬如說老煙槍抽煙抽了一、二十年 然後你突然之間叫牠戒掉 牠是不可能那麼輕易地戒掉 就是說,啊 這個頂尊王已經這麼嚴重了 真的要讓死到沒半斗 沒辦法收嗎 那個一桶藥下去 就是幾十塊就能解決 你幹嘛要這樣子跟牠 幾千塊幾萬塊的收入 再跟牠拼 為了那幾十塊的幾百塊的榮藥 而不去使用讓牠死光光 就讓牠習慣 就是說大自然的東西就是這個樣子 你不要刻意去改變牠 牠還是會讓我們有所收後 然後這慢慢地過來 從以前的一分地收不到兩、三百斤 到目前一分地收到五、六百斤 有機質有提高 從以前的頂到現在已經接近一了 最主要的話就是 要讓牠很多動物植物 裡面都要很豐富 很豐富的話 牠自己會達到一個平穩的狀態 我這邊有很多生態 你看有蜘蛛王、有蜘蛛 這邊有你看那個賀慧斯 那個水道賀慧斯 牠就自己來自陀螺王 牠就是直接那個吸食器 直接插在我們那個水道 然後直接吸食汁液 稻羹牠本身的話就會 就會沒有辦法行光耳作用 沒有辦法行光耳作用 牠整個生活機制就會差一點 這個就是檢驗蟲 我們也不去做那個化血防治的話 但是利用牠的生物的一個自然一個食物鏈 然後去控制牠 盡量達到平衡 裡面還有蜘蛛樓 蜘蛛樓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控制水位 來抑制蜘蛛樓危害我們的稻田 但是等到我們的水道長到像這種高度的話 蜘蛛樓是沒辦法危害我們的稻田 但是這個階段的話 蜘蛛樓 牠是變成就是我的蜘蛛樓除草大軍 因為牠沒有食物可以吃 牠就會去幫我吃那些幼小的雜草 很冷牠們就把我啃光光 寧可收成減少 也堅持不對害蟲大動干戈 有機防治資材和化合物 從來不是王貴仙的施作選項 當家人和其他農友 不看好牠這套 用自然養自然的方式 好在身邊還有一個默默支持的身影 認同牠的理念同甘共苦 讓牠在友善土地的路上不孤獨 我們今天要吃幾個人的貨 山丘大的五斤 五斤 在金剛化身三胞 化身有兩罐 兩罐 然後貨到付款 貨到付款 統一處理比較不會亂掉 我是比較神經大條 你跟我講一講我跟你講好 但是我沒有記錄 我就等一下工作忙我就忘記了 然後突然想到再來出的時候 就會手忙腳亂 常常會搞錯 因為常常在田裡面的話 有時候登記的話就比較不方便 客人就會直接找我 兩罐麻油 我不在的話就會很亂 就聯絡來聯絡去的 偶爾會裝錯誤出錯人 都會發生 和王貴仙交往十五年的女友馬易如 原本在台北的飯店夜當領班 因為透過姐姐的介紹 和王貴仙跨越南北距離 在網路聊天室響臉 現在要來去計貨 它油門煞車都很OK 它只是就是萎縮 但是它還是滿有力量的 十幾年前 因為馬易如的一句話 何不在農賢的時候 把自家農產帶到台北賣 因而開啟兩人 從卡車到店面的 蔬果飯售生意 當王貴仙的父親病逝之後 馬易如也決定 跟著回到雲林口湖 陪她承接土地照顧母親 最近常會下雨 要趕快把它曬乾 趁有太陽 你如果用乾燥的話 一天大概就可以把它乾燥好了 但是這個曬花生就要曬好幾天 像最近一直下雨的話 可能有時候曬個 曬個一個禮拜十幾天 都有可能都會曬不乾 很花時間 然後還要每天都要固在這裡 這輩子都沒想過會來種田 你沒看我包得那麼緊 就剩兩個眼睛當然 出去跟人家講說我是農夫 沒有人相信 就說你一定沒在做對不對 我說怎麼會沒在做 除了她要背 背那種噴液桶的話 這個我沒辦法 其他全部都做 就是慢慢一點一點學 一開始不懂做錯的話 她會很有耐心地嚼 從冷氣房到烈日下 馬易如深切感受到 靠天吃飯的不容易 像是今年因為連日好雨 三分花生田收成量 僅剩三分之一 儘管天氣難捉摸 他們依舊堅持日曬花生 比較香 可緩的陽光才能鎖住營養 這邊因為靠海嘛 秋冬的時候東北季節風很強 然後風飛沙很大 這一點就是比較 就比較不適應了 就是走路走路會要彎腰 彎腰走路啊 然後騎車很困難 騎腳踏車就騎不動 對啊風超強的 他有台語語言障礙 我們這裡的長輩 有口語語言障礙 對啊 等於說 我跟我們這邊的人講台語 都會弄到海口Q 有人說我們東西掉了就是 台語那個就是 落去了 然後我們這邊講感尿 你看就是這種表情 就常常聽他們 聽他老媽講說 趕尿喔趕尿喔 我說什麼啊 你在講什麼 結果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我才終於知道 我就看他的動作還是什麼 發了很多年才知道 喔原來 他那句話講的意思 就是東西掉了 有時候他用台語回答 的話又 又沒辦法 就辭不達意 老人家就會很生氣的 連理都不理他 然後他也知道 他也自己莫名其妙 因為他不知道講哪裡 講錯了 語言和天氣 至今仍是馬易如 難以融入當地的原因 不過難熬的不只如此 在起初耕耘的兩三年 為了落實減少人為干預的農法 讓王貴仙和馬易如 吃足苦頭 我今天這個也才很嫩喔 很嫩喔 好肥喔 嗯 嘟嘟的 每天在摘鬼針草 要摘它比較頂 比較嫩的 嗯 說好聽一點是野菜 說能聽一點是野草 很好吃啦 吃少少的很好吃啊 可是每天都吃的話 就不好玩了 我們剛回來做 因為沒有人知道 我們在從事這種自然融化的生產 然後我們的通路也沒有 第一年我印象最深刻 我一樣種了 種了兩三公頃的那個水稻 結果我們自己銷售賣出去 不到兩三百斤 因為它這個產量本來就很低 雖然政府有在採收工糧 但是我們把全部採收的水稻去繳繳工糧 還是回收少部分成本回來 大部分的成本還是撩掉 但是我們就這樣子 就是一直撩 撩了兩三年 然後馬妞很可憐啊 真的是一個月跟我拿不到一千塊的錢去買蔬菜 沒有 五百塊都不到 對啊 有時候幾個月都沒有 都沒買菜 反正就是到田裡面啊 到路邊去採野菜啊 野草 吃兩三年 整整吃兩三年 馬妞她就是一直默默的支持我 她也是知道這種友善的耕種是 類似一種就是做一件好事情 原本很想離開這裡 然後出去上班啊 那個都可以更容易養活我們自己啊 但只是也捨不得說老人家自己 自己一個老人家在家裡沒人照顧 然後田也沒有人做的話 就是這個原因的話一直走不開啊 總是要有人 要有人起頭開始做 種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因為如果我們都不做了 那就又少了一個人了啊 有兩個就好 要把男的都給他 就是給他喝到快樂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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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裡面還有一個東西跑不掉 你要決定一個項目 我要種水稻 我要養雞 我要養一個規模 要自己拿去賣 賣完以後要算成本 你要算出來給我們看 然後他在學校有一個小規模的 這種經營管理 回到他自己的農地就放大了 以王貴先生來講 他算是比較喜歡去實作 但我也比較會發問 我覺得基本上他有去思考 他是有進步的 他還在進步 所以他也沒有停止學習 讀書就是要活用 他基本上可以叫做活用 把書裡面的知識轉換成他要的 他比較會考慮到農地永續發展 甚至他想要回到家裡 土地就是他的根 所以回到這個地方 不管說他能不能做別人的楷模 他先做他對他自己負責任 我要回來做農業就是我要能夠做 所以他守住了這一塊地 守住了他的家園 為了保有純淨的家園 王貴先生自有一套管理雜草的方式 除了在平整的田地 運用乾濕水味控制雜草的慢生之外 他還想出了一個老公公壓草法 在前面好像老公公拿著拐杖在那邊走路 蹬一蹬蹬一蹬 就這樣子蹬一蹬蹬一蹬 這個樣子的話是對我來講是比較輕鬆 因為你不用在那邊拔一顆草 彎一個腰 壓一次草頭跟水稻試一次回 就是少量多餐這樣 雜草的話它的根是屬於生根性的那種作物植物 如果利用雜草把深層的養分吸收到雜草的植物上面 利用這個壓倒的時候 雜草的葉子會爛掉 爛掉它的養分就會直接流露在土的表面上 水稻淺根就馬上直接把那個養分吸收到我們的水稻的子體裡面 就是等於我們不用用合成的肥料來給我們的植物吃 我們就用以最自然養最自然的方式來栽培我們的龍作物 像這種比較高的這種是田青 田青的話它主於豆科 豆科有一個特殊的它就跟柳菁共生 然後跟柳菁它有一個特效就是說 你提供我這麼好的環境住 然後我就吸收一些蛋黴給你 所以它們長得就會特別 像田青拔起來 就直接把它放在這個水田裡面 這樣子把它放著 黃化的時候它會試吃很多養分 然後整個水稻就會獲得很充足的營養 王貴仙對莊稼讀數一致的態度 馬亦如都把它寫進了部落格裡 透過無遠伏見的網路 漸漸吸引了一些關注的目光 我這個相機很古老了 來 你先看這個 平面攝影記者張良一 就是輾轉透過朋友介紹而認識了王貴仙 去年還向他借了一塊田學種到 當了四個月的假日農夫 兩一大哥你們感覺比棋人的好 有啊有啊 有啊 比較綠 對對對 去年這個水稻種完 割到完之後就種那個 種蒜頭 蒜頭 可是我那時候來說完全嚇一跳 跟其他旁邊的草草完全一模一樣 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一顆蒜頭 那個草它已經長到 多到失控了啊 完全沒辦法採收啊 人都進不去了 對啊 那像一般人的話 一般人的話覺得說那種雪本無歸 也會覺得說哇那種非常非常難過啊 可是它完全不一樣 他覺得說 雖然說這一期收穫是零 可是這些裡面的蒜頭 裡面的那些雜草 它是可以轉換成另外一種能量的 就把它那些雜草 那些蒜頭全部打到土裡面去啊 當作是肥料嘛 所以你看那像這個稻子 長這麼的翠綠 是不是 我從來沒有聽過 有農人在跟你講說 那個能量不媚定律啊 然後那個草也是一樣啊 因為跟比較不一樣的那種除草方式啊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全家 只有除過一隻草啊 他很懂得利用方法 他有很多那種新的那種觀念 所以就覺得 我這個種到為什麼 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張良一把他看見的感動 化為文字 呈現在網站上 像滾雪球一般 王貴仙和馬易如的自然農法 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像是他們種的蒜頭 雖然外型瘦小 但是嗆辣夠勁 卻完全不輸給飽滿的蒜瓣 深受顧客喜愛 一秒鐘剝蒜頭 把蒜頭兩邊一壓蒜瓣就出現了 這個咬兩口是嘴巴就會麻掉了 幫我拿花生 自家的花生 巧妙地成為解蒜蠟的良方 開朗的王貴仙隨口 就讓手中的每樣農產 擁有令人難忘的小故事 王貴仙說 這些親手拉拔長大的作物 就像他的孩子 每當收成時 望著一片光秃的農地 他反倒有種失落感 好 各位先生 馬妞 我就知道你們在這裡 胡老師 在忙嗎 我在曬花生 我來幫忙好不好 好啊 馬妞要教你 兩人口中的吳老師 是汪洋中的一條船的作者 正風喜的遺孀 吳祭昭 同樣住在口湖的他 常常來串門子當小幫手 成為兩人的望眠之交 三十幾年前 我去蔣夫人的那個 真心福建中心 醫學中心 他們告訴我說 有一個口湖來的孩子 我就找他 我就找不到 然後就因緣 就三十年 斷到了 斷了三十幾年 很有趣喔 後來怎麼那天我們兩個 就在農會 就在農會 他去領獎耶 他是你去領獎 對啊 就是農事記憶競賽 獎盃 這個然後就 兩個人就遇到了 從此以後就不得了了 對啊 就會三不五十 就會來探望他的學生 這個花椅好 太棒 這個好 這個不是農夫也被你教得 好像也懂得一點喔 對 好吃好吃 來這裡那麼認真 就是想要吃你的花生 是喔 老師現在是退休 就是連假勞工 他是只要吃兩顆花生 就可以幫我工作一整天 他都餵幾顆 這別聽他吃不到耶 我們再大的鼓勵 都要看他自己堅持 真的你看那個風吹日曬 那個太陽烈的這個樣子 真的是 你看他吃的腳 你們誰給我吃的腳看看 看誰厲害 貴先生是一手一腳 對 我也很難得 你看他做這個 曾風喜後來做文人 對不對 拿筆的 那他是拿鋤頭 曾風喜來他沒有辦法 他一定說沒辦法 因為我跟鄭老師唯一很相像的成長過程 就是小時候成長過程那種待遇都是差不多的 對啦 對 就是常常就是會無緣無故被罷領 像鄭公喜老師他也是啊 走走走走到一半人家都會踢他 或是打他或罵他 他在他所寫的那個拍的電影那些過程 我一樣沒有逃過的還是一樣 講實在的那本書 是不是騙人家眼淚的 我每次看 我到現在看都還會掉眼淚 我是覺得他兩隻腳都不方便 竟然有辦法去腳踏車 他是跌了很多次啊 所以人就是不斷的跌倒 不斷的磨練 你才會想要得到你要的 包括我現在在做這個龍我還是啊 就是曾經這樣一直做 做到連生活都有問題 甚至變賣土地 但是我還是堅持下去 我相信我這個做啊 不會去危害到別人 我做的是對的 他的那個兩隻腳趾頭是重疊的 對 那是他的那個骨頭 他經常受傷 他比較不平衡嘛 因為他長短腳 然後又一隻腳 是沒力氣的 所以他不平衡的話 就經常經常的受傷 像脊椎啊 他本來就S型的啊 結果就壓迫嘛 就壓迫就可能會骨刺啊什麼啦 反正全身都是病痛吧 一路遭受的磨難 就像看似暗眼的雜草 卻給了王貴仙人生這母田肥沃的養分 他呵護的稻谷 花生和蒜頭 不用化學肥料催促自在慢活 如同他們 泰然地用了六七年的時間 緩緩飛過現實的低谷 才看見銷售穩定的曙光 更令人欣喜的是 甚至有台北咖啡館的老闆 主動要求成為他們寄賣的通路之一 好久都沒給你看到 我們今年怎麼樣 今年是傷心的花生 你看就是這麼慘 有沒有看到都壞掉一半以上 連續下了幾天的大雨 然後把很多花生都淹死了 給你看 水傷了 去年他們的稻作採收的時候 來幫忙帶稻過 我本身也是算學農的 我是園藝科的學生 然後就覺得說 這麼好的食材是很值得被推廣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都市裡面 去推廣這樣的一個食物 當然很多人會抨擊說 你一個咖啡館好好的 賣什麼自然農發財命 我說不衝突啊 因為咖啡也是農作物 因為我個人 可能我個性比較龜毛 我覺得說 因為是我自己要賣的東西 而且是我要推廣的東西 我一定要第一線去瞭解 而且我要為我所販賣的東西負責任 所以我就會親自來拜訪他們 然後參與一點點過程 沒有辦法全程 可是只好就送你吃的參與這樣子 也可以表解說 他們在這樣的一個施作過程裡面 他們遇到的困難 以及他們的用心跟投入 當然我覺得也是因為他們的用心跟投入 讓我很感動 所以也讓我覺得說 我更有那種決心要去推廣這樣的東西 而且要把他們的一些用心 讓更多人去看到 現在花生是我們常住的 那我們可能一個月 大概賣個幾十包都有可能 那因為我在咖啡店都會就是說 來 喝咖啡 我就會請他們試吃一些 然後只要一吃過都會成熟度 甚至我沒開店 都會特地打電話來跟我說 鳥白鳥白你怎麼不開店 我要買花生 我說我是咖啡店 他們已經把我定位成花生店 我最常聽到的回饋反應就是說 貴仙大哥他們這邊的花生 以外面的其他花生都還要來得像 而且會回甘 事實上會上門來買農產品 並不是只有台北人 所以我們那邊最遠好來自香港的朋友 他們會專程來我的店裡面 糠米回香港 指定要如鮮蜜 然後 然後 糠米 糠花生 然後甚至也是有那種 中國人就是對岸的 他們來店裡就掃過 總算媳婦熬成婆 現在王貴仙和馬易如的稻米 花生和蒜頭 常常是供不應求 連自家吃的米 也只剩下最後一包了 家裡的米王貴仙都會特別混合 白米與糙米 來體恤老人家的牙口不好 洗米的時候不可以搓洗 像這樣子弄一點水之後 然後用手撈一撈 因為你一搓的話 就會把它表成的營養成分給搓掉 每個農夫大概種出來的 都是會有雜色米 只是說他們會把雜色米給篩掉 但是我們不把雜色米篩掉 因為它不同的雜色米 它還是會有不同的營養成分 那很好啊 那為什麼要把它塞掉呢 酷熱的夏季中午 簡單炸一盤花生 清炒去暑氣的鬼珍草 再配上一鍋粥 就是王家最清爽的午餐了 與他煮不開 吃到最後一碗 今天這個醋很好吃 蟹餅 今天這個醋很好吃喔 這個土豆的我 薪味是不是似乎 似乎是腿炒到處裡 很細和 如果我老大 像我雜土豆他炒 炒在那裡比較不懂 為什麼土豆沒有嫁 很好吃啊 裡面的麵很美味 外面的麵我感覺 不然如果是我們不會吃 或是我們吃自己的比較好 吃自己的,我們自己生產的 這個沒有頭農油的 都吃得很安全 都沒有感覺說會怕怎樣 這個草米比較有燃燒 比較有燃燒 比較會燃燒 如果你煮飯也比較好吃 煮飯你如果水就有夠 煮起來很Q 在這裡感覺會香 我記得在頭拍的米煮起來很香 一般來講的話 你如果用給它暴飲暴食的話 它的殖練性澱粉含量就會很高 很高的話你煮起來的米 吃起來那個口感、Q度 就會明顯變差很多 那你殖練性澱粉低的話 你就是隨便煮就是隨便很Q 不用刻意說我要多加水或是怎樣 這個完全不用 很多客人都是前一年就訂明年的 我們有時候甚至客人訂完了 我們自己就沒米吃了 就買別人的米啊 對啊,就只好吃別人的米啊 個頭比別人嬌小的米粒 用時間證明自己的魅力 而王貴仙的母親 雖然因為看不慣雜草 時常刀念 誠實的舌尖 卻也給了正面回應 這些年來 王貴仙和馬易如很清楚 自然農法的枝意形男 所以只要有人願意走向無毒種植 他都樂於分享 剛好,我在你那邊看到你 你們種芋頭種在水裡 效果很好 想說我們這邊 漢座種起來 又被蝸牛吃掉 想說看到你這樣子效果不錯 你很厲害啊 把漢地把它挖一點 就變成我們那邊的水田 裡面的應用 住在谷坑的邱元俊 原本從事機械相關工作 因為家裡有片田地 所以在三年前決定 回來幫父親一起打理 只是飛磚科出身的他 從頭學習的路 格外辛苦 上次問你那個靠界的問題 效果還不錯 靠下去大概兩個禮拜 就已經過去了 就把那個頭 頭把它剪掉 過沒多久 看到已經癒合 我就把那個 接稅的部分 接稅的部分把它剪掉 還不錯 還不錯 對啊 長得很親密 他已經有兩個人 已經融合一體了 我那時候 在農民學院的時候 認識王大哥 就覺得 他本科系的 而且 請教他什麼東西 好像都 都有答案 想說 哇 那真的是一塊寶 沒有沒有沒有 就 做物伯仁 理念是 很多都會相近 就常去他那邊 幫他做一些東西 然後看看他的店裡面 支援哪些東西 適合自己的 就偷偷把它借來用 在挖的時候 不用很刻意的 要拿什麼工具 我們這個直接就可以 把它 這樣子就拔起來 你看 很漂亮 像你這個一頭 多少大一斤了 品質還滿不錯的 賣相也滿不錯的 回來烏龍的時候 其實常常遇到 一些很多的瓶頸 其實都會 常常都會覺得 做不太下去 不只只有 輿論上的一些壓力 還有自己 工作上 其實還沒有收入的問題 所以常常就會有一些 負面的想法出現 可能對自己的質疑 或者是說 沒有信心 我剛好 遇到王大哥 王大哥 他 他 他人真的很好 而且 正面能量相當的高 我常常去那邊 去了一天 回來就覺得 哇 這種複裂的想法 都不見了 目前 我是覺得 也是要 顧經濟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想說 先從安全用藥 開始慢慢去試驗說 我 是不是無毒 有機 我都可以使用 我在我的蜘蛛中 中間 挖個溝 一方面是補足 作物的水分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有挖這個溝 有很多生態 比如說 青蛙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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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在裡面棲息 這些東西 他們都是自然的一些天地 就將對的 我用藥就會減少 其實我是這麼覺得 沒有任何人能夠影響你 只有你感念被影響 在之前有一次就是說 我們這邊的人講說 先生 你看 洗手蜘蛛 已經賣定了 洗腰 你後面不可以做 這樣做 大概一天水就退了 我以我的水道會 潛進覆墨會擺平 全部死采 打保齡球 全部倒掉 結果我一來看 出乎意料的 它竟然連一根都沒有倒 然後我才慢慢了解說 它這種自然長大 自然生長的那種韌度 那種強韌度 是一般人沒有辦法去了解的 雖然它的產量比較少 但是它那種不怕風不怕雨的 那種強悍度 是慣性農法沒有辦法去體會的 王貴仙種的稻子 就如同他的人一樣 不畏風雨 強韌堅定 在傳統農村中 特立獨行時 馬易如就像他的左手和右腳 予以扶持互補 他們一個樂觀感充 一個細膩感性 儘管目前產量仍需苦撐 來支付家中生活與債務 但從與自然相生相息的農作當中 他們找到了心安理得的幸福 工作完又可以坐在這裡 然後他就會幫我綁一下頭髮 整理整理 你知道他以前的頭髮 是可以到那種拍洗髮精廣告的等級 真的 都被叫小姐 被引殺手 被引殺手 他以為他很美 即使只有被引還可何以 他會逗我開心 每天都很快樂 我們兩個很會吵架 但是不會超過30秒就和好了 因為... 吵架的時候 他都會很快就會搬一個樓梯來 然後我看到樓梯搬了 我就要趕快...趕快下來 對不對 對啊 我把他氣跑了誰幫我 對啊 我再笨了要把他留住啊 我本身可以把他留住 我會找過 我會找到公司 我會找到公司 你這件事 你被圓葬 我會找到公司 你的面子